有网友在网路上po文说苗栗一所国小有学童被绑架 最后孩子是激紧的逃脱了 也因为最近症结事件发酵 让不少家长心里真的很担心 但是警方清查之后才发现了 的确是因为有学童贪玩 翘克怕被骂 才会谎称是遭到绑架 脸书社群日前出现一篇文章 网友发文只称弟弟就读的国小有学童遭到绑架 所以最近附近学校都出现警察正刚 这篇文章在网路上疯狂流传 引起不少家长的口慌 不过警方澄清 5月19号确实有家长带学童到派出所报案 说遭到坏人绑架 还要求调阅监视器 不过学童后来坦诚 是翘克怕被处罚才谎称遭到绑架 由于症结事件发酵 教育局也不敢忽视学童的安全 已经计划发给高年级学童 一人一个哨子来防身 不需要啊 因为你出来下门 家长就接了啦 OK啊 对啊 那小朋友如果遇到危险 他比较知道该什么反应 网友会声会影的描述 不经查证就疯狂转贴文章 加上症结事件的心理影响 让这起乌龙绑架案 引发轩然大波 警方也呼吁民众 对未经证实的事件 不要随便转贴文章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记得黄总盈邱正米 妖力报道